其实大夫每次给我们安排的植物都是有意义的 比如这次 前面种芹菜 中间种地次 最后再种一个坚果 这就叫玩门打狗 只会偷袭的假 我偷袭怎么了 我偷袭怎么了 你僵尸就没偷袭过吗 再说僵尸自己坐过来 不能怪我呀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轮滑蛋吗 什么轮滑蛋吗 它叫彩虹屁僵尸 闪动僵尸 有啥子用哦 躲在彩虹屁中就能无敌 无敌这么巧 亲爱就这 它能保护别人 却保护不了自己 不知如何表达 我有个想法 可以让它们围成一个圈 这样就真的无敌了 小娃姐你真聪明 要是真的管用 我第一个就是吃了你的脑子 你礼貌吗 好嘞 好嘞